如何追随佛陀? 佛陀勸告人们 跟随他的教导 和努力去实践佛法以求解脱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跟随佛陀 和将他当作是一位万能的老师 那我们就不能自称自己为佛教徒 佛陀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依照佛法去生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称自己为佛陀的真正追随者 或者佛教徒 佛陀有一次说过 这类可能有许多的弟子和我居住在一起 牵着我的手或拉着我的袈裟的跟从我 他们因此以为自己是非常的接近我 另一方面 可能有另一些弟子居住在遥远的地方 或是从来没有看见我 可是只要他们的心是纯洁的 虽然他们住在远处 可是他们其实非常靠近我 那些和我在一起 可是却拥有污慰心的人 其实一点也不靠近我 看了这个臭皮囊后 你希望能得到什么呢 佛陀并不是一个有形的身躯 只有明白了我的法才是见到佛陀 只有通过佛法才能看到佛陀 有很多人坐在佛像面前 和向他祈祷 他们认为佛陀是活在佛像中 可是我们常见的佛像 其实只是用来展示一个 一个圣人高尚品德的艺术品 人是非常的虔誠 所以做了一个可以触摸的代表物 来表示对伟大老师的崇敬和心爱 这样可以表达佛陀 和他的教导的艺术得以发展 从而制造出能够令人沉思的佛像 在观看这样的佛像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想象佛陀可能是这样的 佛陀是智慧 完美 神圣 慈悲 和长和的化身 而佛像基本上只是一个代表 一个可以让空间充满灵静的东西 就如同一个圣人 能够在精神上照亮一间屋一样 无可否认佛像的长和 能够平静我们的心灵 可是从认识佛法而看到的佛陀 才是真正的佛陀 当你想到它是如何说法 和教导些什么 它是如何说出了容忍 尊专严 温和 慈悲 和对众生们有爱心的时候 你都会想起它的觉悟 和无上智慧的本质 只有这样 你才可以看到佛陀 是这些高尚德行和智慧的化身 因此不了解和实践佛法 你是不能真正地看到佛陀的 史诚学会 文化 实践佛 中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